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的惊悚恐怖电影《杀人沙发》 女主和闺蜜下班之后被送错的沙发已经被女主现在的男朋友给扛了回来 两个人一直聊到了半夜 最后闺蜜也应该回家了 再怎么在意就离开了女主的家 这一晚女主在家睡得并不安稳 总是做噩梦 早上起来之后女主发现客厅被布置得很浪漫 有咖啡还有饼干 还有一朵粉红色的花 警察局在调查小王的仪式 他就再次邀请女主和闺蜜一块参加调查 女主也承认小王确实很奇怪 他总是神神叨叨的 好像是邪教教徒 后来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就分手了 而男朋友这边正在女主的客厅里做饭 到了晚上老王分析出 沙发是被恶魔寄居了 却看到沙发在处理小李的尸体 闺蜜就掉进了垃圾桶 女主回到家后也看到了沙发在说话 她被折磨得要死想要自杀 可老王说她找到了办法 原来一对夫妇冤死 想要在这一世重逢 他们占据了警长和女主的身体 成功地复生了 最后女主死了 她的灵魂附到了沙发上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